喂,大家好,今天我们到哪里了呢? 今天我们在日本 日本嘛,叫片子 这里是施拉查的一个J Park 也就是说一个日本公园,一个日本的商业区 然后风格什么的,像日本 今天过来办一个,人挺多的 找了一家日式料理店 看菜品挺丰富的 大家看一看这家好不好吃 比较安静 这是他的菜单 牛肉 各种寿司什么的,刺身都有 豆腐 看起来挺丰富的 他这里上菜还是挺快的 我们刚才等了有差不多十分钟吧 连点餐到他两份送上来 十分钟左右就搞定了 这个是什么? 转筋 转筋 鸡蛋 鸡蛋做的,我以为是豆腐 然后你点的是什么?炸的酥肉 鸡肉 鸡肉 鸡肉是吧 你的是牛肉 对,我的是牛肉 好,那我们开动了 好吃吗? 今天的日料店应该比较正宗吧 因为施拉查这里日本人还是挺多的 像坐我旁边的有泰国人 其他包间里面也有很多日本人 一共消费是八百五十三泰主 一百多不到两百人民币的样子 这个商业体人才真的挺多的 现在是一点多 在下面 那个家门那个枫叶的那个场景 会有很多人在这边拍照 那我看了一下,这边有日本人 但是大多数还是以泰国人为主 因为泰国人还是比较哈日的 所以对于日本的这种 风格或就是日本的这种style 他们还是比较中意的 这个 那年纳纳纳纳纳的那个许元牌什么的 都有 上面有中文 泰国人写的 这些东西 许元牌什么好像各个景区都有 这里就是一个小吃的一个巷子 哇,有很多 对 你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 很香啊 但是各种糕点的香味 很香啊 但是各种糕点的香味 也很香啊 这里有卖卖茶的 我的这个是西瓜汁吧 你的是什么 桃子 桃子是黄色的 是 不像西瓜汁 像其他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的非常好 桃子的是吧 水蜜桃的 桃子是罐头里面的 走吧 这个超市卖的全是韩国货 韩国的泡面 那是叫的上是韩国的奥利奥 这边也全是泡面 所以说在这里面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因为在之前我经常去找中国超市 就卖中国货的 我相信在泰国的韩国人也会这样 找这样的韩国货超市 买自己国家的好吃的 好了,这家店就说是日本的连锁超市 这边卖的都是日本货 我们进去看看 对的,进来以后 他放的音乐广播全是日语的 国家上的作品也全是日语 从日本过来的 人很多啊 比刚才那家韩国店的人多多了 然后他的规模也很大 所以在这里就能讲说到 日本在泰国炸给很深 然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 各种产品 因为在泰国的日本人也很多 所以为了他们的生活需求 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日本店 卖各种各样的日本东西 看这样的规模和这种品类 基本和日本的本土店差不多的 当然也有很多泰国人很喜欢日本的 因为他们很加日嘛 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化妆品什么的 泰国的女孩子非常喜欢 还有韩国的 然后我们刚才也看到很多 泰国的年轻人在玩cosplay 基本上也就是日漫 所以他们的年轻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来来我问一下你啊 是不是泰国人都很喜欢买日本的东西 是呀 因为我觉得 这这里的店就比较便宜 比外面的那个家更便宜 哦 好玩吗 好玩 买一个吧 买一个 买一个 你觉得这种不太转了 是我的手 手在前面 手在前面 这种转转 还有各种玩具手关 这个挺好的啊 这种应该是圆转的吧 399块鸡一个差不多 七八十个年纪 日本的辣椒油 应该不会太辣吧 买一瓶回去试试 这个盒子 熊门熊里面装的是辣豆 一包里面有三盒 有喜欢吃的方法 但是这种鬼 这个顶和 买一瓶 8月4日 日本 困难 两个小时 在里面逛了差不多大半个小时 我之间有一种在日本购物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这个JPAC的 整体的模型 中间这一圈就是它的比较中心的位置 就是刚才看到很多人在拍照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外围就是下面的餐厅 超市还有中间的一些 那个布行街址就在这里 在这个盐区里面留了两圈 总体感受呢 就是吃的 就是日本餐厅什么的比较多 然后卖日本货的 还有韩国货的 这些超市也有 所以说在春武里 或者是巴提亚附近 想在想感受日料 或者是说买日本的零食啊 食品什么的 到这里来 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这就快回去了 怎么样还满意吧 满意好你满意了 嗯对 就是只是日式一点 其实也还好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这边来转一转 好了就这样 白了个白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点栏目